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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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英文用威權時期 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 來替大法官 那時候的內定司法院長 謝文定來緩家 就是有學者去挑戰他 他說謝文定服從有什麼關係 他說那個時代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 就讓台大法院學學者出來後猛搖頭 這件事情才慢慢爆發開來嘛 好我們來看看這一次的 四位大法官是什麼樣的人物呢 我想我們就是介紹其中的一兩則 然後我們再把其他時間呢 我們可能隔天 因為他的這個影片時間非常長 我先說好的 這個大法官提名人呢 我要加分我要給他拍拍手 我會按十個讚 他是台大法律系的教授謝明洋 他是台大前法學院院長謝明洋 好那麼我的看法就是說 他其實是用來點綴其他的 這個白紗用來點綴其他的污泥的 這個謝明洋 他曾經肯定太陽花學生反服貌 他作為一個台大法學院院長 很快的他就表態 另外他也曾經說過 在太陽花時期他說過一句話 他那時候是台大法學院院長 他說 台大沒有把馬英九交好 就引起了藍營跳腳 好他也是台大裡面的教授當中 連署反對管中米出任校長的人 通常在台大 還有希望希望自己有點前途當官的人 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呢他在被這個國民黨的利友 王玉銘審查諮詢的時候 他仍然表態 堅持反對管中米上任 台大的校訓是什麼 台大的校訓 敦平力學愛國愛人 沒有錯 你以台大的一個教授公開 以你的政治立場做基礎 在批評當時的執政黨 當時的總統 你真的有做到敦平力學愛國愛人嗎 你自認為 你雖然你自己認為 你自己認為說 自己打分數有80分 但是基本上 假設我可以有客觀來評分 我覺得你剛剛好61分而已 再給你討教 因為你基本上 連對當時的國家員所的 最基本的尊重都沒有 談什麼愛國愛人敦平 我認為結論是 台大沒有把你教好 再講一次 台大沒有把你教好 另外要請教你相同的問題 台大有沒有把蔡英文總統教好 基本上 在一個民主的國家 我當時批評馬英九總統的時候 我是一個學者 而且呢 是一個法律學院的院長 那最主要的職責就是要保障 保護學生的安全 因此當時基於保護學生的這個立場 謝畢提明你不要離題 我現在問你台大 有沒有把蔡英文總統教好 所以我覺得任何人批評國家元首 在民主國家都是正常的 那至於說您所問的這個問題 我個人是認為說 這個蔡總統跟馬總統 當時的這個時空背景是不能夠相提並論的 執政黨以人數的優勢 然後在臨時會快速通過公投法的修法 把公投綁大選脫鉤 而且規範每兩年才能舉辦一次 這個是去限縮人民創制覆決的權利 你剛剛口口聲聲說你是維護人權 你是本於良知 請問你面對公投法修惡的這件事情 有什麼樣的看法 這件事情是大院所做的這個 又不敢評論了 不是不敢提問 而是這個不是我的職權的範圍 尊重大院所做的決定 你認為台大法律系有把蔡英文交好嗎 我覺得到底有沒有把蔡英文交好 在這件事情上請你評論 請你基於學術的良知來評論這件事情 這個是不同的事情不能夠相提並論 什麼不同的事情 本席要求你針對公投法修惡這件事情 去評論台大法律系有沒有把蔡英文交好 當時我會講這句話的背景如同剛剛所說 你不要再回到過去 我在講此時此刻 你基於你的學術良知 請你評論把公投法修惡 這樣的蔡英文台大法律系有沒有把他交好 不敢講 這件事情不能夠這樣子評論 作為一個大法官的提名人 你這樣的瘋骨我看不下去 民進黨的事情到目前為止 有任何一件事情 你謝大教授有批評過嗎 你可不可以告訴本席 民進黨執政以來 違憲違反人權的事情 有沒有哪一件事情 你公開在媒體上會大肆的批評 大聲的批評 大家對你的印象 只有批馬卡管 對民進黨的事情 你哪一件事情說過一句重話 你可不可以告訴本席 因為我的專業領域是在智慧財產領域 那請問太陽花學運跟管中民 要不要當台大校長 要關你什麼事呢 因為我是台大的老師 這是雙重標準 太明顯了吧 我是台大的老師 當然對台大的校長 我必須要關切啊 好剛才我們看到這個影片呢 就是台大法律系的前 台大法律學院的前院長 謝明洋 我說他是個非常有個詞的學者 我跟他在校園算是認識 但是沒有很熟 因為法律學院跟法律學院 那個時候還沒有搬回台大 還在這個法律學院 大部分時間在徐州路 但是有一件事情 讓我印象深刻 我在台大擔任學者的時候 在後面我要退休 不是我要被退休前的幾年 大概距今差不多六七年的時間 就是我在擔任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檢評會的發言人之後 我是唯一一個檢評會發言人 沒有被續聘的吧 後來呢我就發現了這個過程當中 我發現了司法的黑暗 我去仔細的去看了非常多的卷宗 錄影帶錄音帶 我就發現說 怎麼搞的會有人呢 在這個法庭錄影的時候 錄音的時候突然把這個錄音機關掉 然後後來又繼續播 我就在我們的這個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的委員會議當中 我提出說我怎麼可能會發生這件事情 怎麼可能錄音錄到一半會斷掉 旁邊的幾個法官都笑一笑說 這是常有的事 那時候我就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錄音錄到一半會斷掉 這段為什麼不能錄音 是在所會嗎 是在恐嚇被告原告嗎 是在罵律師嗎 還是在談什麼 見不得人見不得陽光的事情 台灣的司法就是這樣黑目重重 所以我在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卸任之後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辦了一個第一屆 台灣司法庫斯拉獎 就是要用票選的方式來選出台灣的恐龍法官 你知道我做這件事情得罪多少人嗎 我還冒著被這個毀謗啊 被這個侮辱的這個告訴 而且我直接對抗的就是台灣的法官檢察官 我在辦這個第一屆台灣司法庫斯拉獎的時候 我到處去找社會賢達 結果我們共同一起來辦 有很多社會賢達一口答應了 那時候包括了前張惠憲長黃石成 包括台大法學院的教授陳志龍 還包括了好幾位非常有德高望重的人 那那個時候還包括了黃月宏 包括了幾位我很尊敬的這個法界的前輩 有一個人我印象特別深刻 其實我跟謝明洋並不頂熟 那個時候他的身份是台大法學院院長 我去拜訪了幾位台大前法學院院長 已經卸下來的 每個都跟我說文哲 你做的東西很對 這樣子拜託拜託 這個事情我們不方便 結果他們這些不選邊站 不表達立場的 一個一個都去當大法官 去當了這個官位 一個當的比一個大 結果就這個謝明洋呢 他在擔任法學院院長的時候 他想一想看看我們的計劃 二或不是說 好我加入這個組織 通常一個現任的法學院院長 或者是說 還希望自己將來有仕途的人 是不敢去從事這種社會運動的 結果他就整個他就跳下來 一起參與 那時候我們幫忙去審了很多很多的案子 去平反了很多很多的案子 說平反不敢了 就是說我們透過媒體各方面 把一些冤案放到檯面上 然後去選了很多恐龍法官 一個一個把他列出來 我把他做了一個網站 然後做了一個庫斯拉 還頒獎 他那個時候就加入司法改革 結果後來可能是我害了他吧 加入這個之後 他的法學院院長卸下來之後 好長的一段時間 沒人找他去當官 也沒人找他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就當了一個楊春教授 結果就在幾天前 我看到他去上任大法官 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他是校園裡面 少數不屈言覆事 少數敢公平講實話的人 如今他當上了大法官 這是蔡英文的大法官 這次四個人選當中 唯一一個我覺得滿意的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